禮堂裡一張張並排的扶會床 就是70多位老人院長者的 臨時安置之所 慈敵志工的身影穿梭其中 提供熱食 也安撫大家盡控的情緒 因為老人家都沒有牙齒 都不能吃太硬的東西 就走我們的進食 走 都很適合他們 又很熱 很喜歡 可能有些也是沒有家人 有些都是有 但是有些做工又不能過來 我們把它當作我們的親人 來跟他慰問 慈敵志工的及時關懷 家屬很受感動也參與付出 因為我爸爸住這邊老人院 所以我來看開銷 有很多老人在那邊了 所以我們出點一份心 這樣子幫忙他們點罷了 這些長輩原本住在老人院 不過2月12號 老人院附近發生火災 有三間房子被燒毀 民眾為了長輩們的安全 協助他們撤離 火災過後 再將他們送回老人院安頓 就是有社會來幫助我們 真的感謝他們 還有你們實際的真的很支持我們 就是有老人吃的東西 我們就是很沒有時間去煮 沒有時間去買 就是全部就是要照顧那個老人 沒有時間 然後我也沒有時間去做別的東西了 就是感謝你們跟社會的幫忙 一場意外令人猝不及防 但隨之而來的是藍天白雲的溫暖 用愛驅散金黃 大家親吻 彭靖賢謝凱英馬來西亞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 青燈